把老醋倒入猪脚里出锅就成福建特色美食 它的作用非常的大 很多人没有这样吃过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把香菇倒入温水 提前浸泡20分钟 再准备两斤的猪脚 猪老板已经把毛烧干净了 现在只要把它清洗一下 天气越来越冷了 要多吃点肉 猪蹄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胶原蛋白等女人应该要多吃一些 用刀把表皮的无垢刮一下 再清洗干净沥干水分 然后冷水锅里换入猪蹄焯一下水 放入几片姜片倒入一勺料酒去行 先用铲子把它翻拌均匀在大火煮开 水开撇一下浮沫 焯水一分钟后捞起沥干水 换入温水里 再用手清洗一下 洗去咸沫和粘东西 锅烧热倒入少许油 油热放入两勺白糖炒糖色 家里有条件的可以用冰糖 小火把白糖炒至融化 炒至冒泡泡成枣红色即可 别把它炒黑了或者会发苦的 再倒入焯好水的猪蹄大火炒一分钟 把猪蹄炒至上色 接下来给它调一下味道 倒入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调色 一小勺盐增加底味 再把它翻炒均匀即可 然后把猪蹄移入电压力锅里 也可以用砂锅包 香菇浸泡好清洗干净及干水分 再用刀把它切小块一点 完便食用 没有香菇的也可以不放 全部切好后放入猪蹄里 再准备一只干墨鱼 取下墨鱼骨 墨鱼骨也可以与猪蹄一起包 会更香 然后把墨鱼剪小块一点 完便食用 加墨鱼剂增香又增加营养 准备一瓶福建永春老抽 只需要倒半碗就可以了 喜欢吃酸的可以多倒一点 把老抽倒入猪蹄里 再准备一碗福建农村 质量的福建老酒 把老酒倒入猪蹄里 刚好饮食才齐瓶即可 再用筷子把它摊平整 再盖上盖子按包摊键 时间到打开盖子 这样就有福建特色的醋猪脚就做好了 开胃酸爽风味独特 猪蹄软肉不肥腻 满满的都是胶质 汤汁用来拌换吃特别的开胃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是明仙 我们明天见 拜拜